总统蔡英文到陆军航特部601类视察 并且示到阿帕斯直升机各项战力的操演 蔡英文致迟的时候表示他要做国军的后盾 希望国军用最好的表现获得国人更多的认同 总统蔡英文首度去到陆军特航部601类视察 阿帕斯直升机当然是要展现战力给总统看一下 除了各项基本飞行的动作也都要表演向后飞行 还有快速俯冲 做完动作之后立刻加速离开战场 601类负责防卫北台湾各项战术表演展现高强战力 在动态表演之后蔡英文也听取陆军介绍阿帕斯直升机 还有最新的黑鹰直升机的性能说明 蔡英文在国安会秘书长吴超市 国防部长冯细欢等人陪同之下来到601类视察 总统也在致辞的时候肯定陆军过去 在各项灾难救援的表现 他也肯定国军保卫国家的战力 连接张志蔡英文也很感谢所有国军官兵 牺牲假期24小时守护国家安全 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就有很多新制度要实施了 和劳工相关的包括有调整最低工资 国定假日一致和特优新规定 此外劳工保险和国民年金费的费率相涨 也会影响大家的荷包 很多新措施将在2017年上楼 劳工部分每小时基本工资 从126元调升为133元 估计会有162万人受益 而每月基本工资也调涨1000元 此外立法院通过修正劳基法 元旦起劳工公务员的国定假日一致 劳工特优价新规定会开始实施 必须只要工作满半年 就可以享有3日的特优 随着年资的增加 满10年以上每年增加一日最多30日 另外劳工保险和国民年金 保费费率也将提高 不单只企业成本增加 劳保费率条涨 平均每个劳工每个月要多付41元的保费 而国保费率正是调涨到8.5% 预计最多一个月增加55元 财政部也在明年开始调高中所税 免税额到8万8千元 并且提高货税吸拒 至于在交通部分 兴建20年历经6次挑票的桃圆机场接运 可望在春节前后通车 一离一休上路之后 工商界已经出现反弹了 对此劳动部表示 新发上路 企业对于经营方向一定要有所调整 否则没有办法满足劳工适当的休息 至于一离一休上路遇到的各种问题 会尽快在新的年度之前做出解释 路基发新制一离一休已经实施 剩下两个阶段 2017年陆续上路 但是工商界已经出现反弹了 企业无论大势都叫苦连天 首当其冲的就是黑云业者 也说新制上路之后 因市成本粗股再增加两成 排班优价的问题就更加紧张 除了调账票价 也评估部分路线会减班来因应 劳动部表示 劳基法本来就是规定劳动条件的标准 相对要求雇主尽一些义务 包括工事在内 某方面一定要对经营方面要做有所调整 否则没有办法满足劳工适当的休息 劳动部强调 目前一离一休上路 遇到的各种问题 会尽快在新的年度之前做出解释 既促食连锁业者宣布调账部分商品价格之后 全台最大的水饺窝贴连锁店 八方云集也都宣布 为了因应原物料和一离一休 人事成本增加 从元旦开始 将是调账汤品、豆浆和韭菜类水饺窝贴的价格 帐幅超过一成 刚起锁的锅贴外酥内远是不少劳涛的最爱 不过有餐人热者就表示为了因应劳基法一离一休上路 从元旦起将器调整部分商品价格 等不少的外食族大喊吃不消 在全台拥有788间连锁门市的八方云集就表示 公司成本近20年来 汤品和豆浆从来都没有涨过价 都是公司自行吸收成本的 不过现在 元物料、水电、瓦斯成本年年增加 加上新政策实行 电高燃运成本 不得不调账汤品和豆浆 和韭菜、水饺、锅贴等产品价格 账价的金额在0.5度5元之间 帐幅超过一成 至于另一间水稿窩贴连锁店 四海游龙和吉野家 胡苏章等餐饮业者 就是表示目前成本自行吸收 暂时没有账价的计划 2016年就要结束了 根据汽葬局的统计 资料显示 今年很有可能是台湾有观察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年 最主要是受到北极幅冰面的面积减少 全球的暖化趋势影响 气象局也预测 明年的天气将会是气温偏暖 雨量比平均值少的一年 今年冬天领色不冷 气象局公布2016年的观察结果 台湾全年军温有机会创下70年来的新高纪录 这是因为今年北极圈温度持续偏暖 海面复冰面积创下有纪录以来的同期最少 影响全球持续暖化 展望2017仍然是会偏暖的一年 暖化趋势下极端气候的特性也会越来越明显 而在暖冬的催事之下 今年跨年夜的天气也都相对稳定 不过日夜温差依然是很大 民众参加跨年活动要适时增添衣物 气象局分析 全球气象偏暖的状况之下 今年冬季会出现今年年初 霸王级寒流的机会非常低 目前观察资料显示 预计在一月下旬才会有一波 比较强劲的猛空气南下 对抗Uber由政府推动的多元计程车 在高雄正式上路 民众透过手机APP来选车 还能先看到司机的名字 这种多元计程车 费率是会趋得殊之一而浮动的 例如情人节 车子就会比一般的计程车 多了1.2倍 新像朋友搭计程车 过去都只能跟轮椅一起固定坐在后座 业者忍尽这一款 陪伴者都可以坐在旁边的车型 29日开始 只有高雄的多元计程车搭得到 政府鼓励业者推动的多元计程车方案 叫车一定要透过APP输入目的地之后 页面就会出现约略的车支 和可以选择的车 费率以车型 或者是节日等浮动的方式来计算 比如说情人节 就会是一般计程车 起跳费用的1.2倍 只是透过APP可以知道 司机姓名并且评价对方 但是叫车的原体 无同一平台 政府规定多元方案 要用APP叫车 希望不要影响路边 随招随搭的计程车 不过都仍是有小黄司机认为 难免冲击到他们的生意 高雄预估第一波 有460架车投入服务 业者坦然 一切都在试水温 也都不敢保证结果好坏 但是为了对抗Uber造成的冲击 都仍是愿意 配合政府 推动新的服务 以及方案 政府有很多朋友问我 如果我喜欢台湾 我只能说一句话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this place 一人でも大丈夫 だって台湾にいるんだもん 形成的華人聚落 曾經的孤軍歷史已成過往 現今定居下來的人們 讓這塊土地延續著正體制的華文教育 他們說著一句話 窮不能窮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百年數人的教育大業 在各界努力下有著不凡的成果 華僑學校目前將近有100個 學生總人數目前有2萬多人 老師大概有800人左右 我們已經看到孩子已經慢慢的太化了 所以我們就加強他們的語文能力 我們會推說話課小型的邦輯競賽 在泰國政府的要求下 正規上課時間都已經改成泰文教育 孩子們只能利用其他的時間學習中文 泰文學校從8點到4點 他4點下課 那我們5點就開始上課 5點開始上課 禮拜一到禮拜五 從5點到8點 少數民族必須尊重他的文化 那大家還記得嗎 台北啊 對管華文教育跟很多地方不同 需要很多特別的教材 給一個特別的一個編輯給他們 我覺得寫中文是非常的好玩 還有文字也是非常的優美 校長規定的到學校要講華語 感謝我們的校長 沒有校長今天我也不會寫字和讀書 我們自己可能說是滿自豪的 覺得說也為泰國社會培植了不少的華文人才 教育才能夠改變年輕一代的命運 所以我們堅持要把中華文化在這邊傳流出去 而用繁體字 中華民國政府幾十年來都對我們照顧 恩哉是絕對不能忘記的 所以我們要堅持到底 集合了眾人的力量 這裡的華文教育 就像散落在太北山區的珍珠 讓孩子在教育的熏陶下 發出最美麗的光 今年海青班北區聯合畢業典禮 學生他們展示在台灣兩年的學習成果 喬委會委員長胡三興 親自出席見證 他面臨全體 希望無論未來繼續深掃或者就業 大家都能夠再回來台灣 在C211唱名之下 包括銘傳大學文化大學等五個學校461位畢業生 依序入場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北區聯合畢業典禮 有600多位學生家長親友特別來台參與 喬委會委員長胡三興出席致辭的時候 鼓勵畢業生無論是繼續在台灣升學 或回到喬居地工作 台灣永遠歡迎海青班的校友 最後委員長也一天頒發感謝葬 國校海青班畢業生也列隊上台 由國校司長先授予畢業證書 再由委員長一一同大家合影留念 典禮之後 銘傳大學副校長陳振南 和國校代表陪同委員長參觀 北區海青班畢業生靜態成果展 全體畢業生也在餐會上輪流帶來演出 無論是歌唱或舞蹈 令到來賓看見這兩年在台期間 學生他們團結合作和充實的生活 曾經服務關山人70個年頭的新生醫院舊子 正式轉型為台東縱谷地區托育資源中心 除了有專業社工提供託育服務 資訊和組寮協助之外 未來將增加臨時託育功能 看到新奇的玩具 小朋友馬上衝上前玩 穿著背心的大哥哥大姐姐 在旁邊指導和協助 台東縣政府和社福團體合作的 公司協力託育資源中心 關山站正式開幕 臨近的慈善、關山、海端、陸野和延平 這五個鄉鎮家長 或者隔代教養家庭 就可以就近得到完整的教養資訊 亦都可以透過和社工的互動 了解小朋友的成長狀況 很多媽媽更加希望 未來能夠有臨時托育 給家長在工作忙碌之餘 可以獲得少少喘息的空間 台東縣政府強調 2015年中谷五鄉鎮的新生兒 只有256位 小子化的問題一億嚴重 期盼可以建立健全的託育資源 能夠令家長更安心地生養下一代 花年高中游道選手林文斌 參加馬來西亞沙巴游道國際邀請賽 打敗了12國的敬敵 拿到一面金牌 游道場上雙方出手試探 胡不相讓 場面堅持不下 下一秒身穿著藍衣的台灣選手林文斌 握著對方的手臂快速地蹦下 做出一個漂亮的過肩術 比賽就正式結束了 林文斌打敗了12國的選手 在馬來西亞沙巴游道國際邀請賽中 拿到81公斤以下成年組的冠軍 無論是拉筋熱身 或者是同對手練習過肩術 動作都標準而且很認真 來自花年高中的林文斌 平時就會同朋友切磋游道技巧 也都會利用科学時間自主訓練 在這次的國際賽中 76公斤的他是體型最瘦小的選手 但是靠著平時的練習和教練的指導 令到他在比賽的時候充滿自信 現在就讀高三的林文斌 目標是考上理想的大學 同時也都會繼續練柔道參加比賽 希望之後能夠拿到國手的資格去參加 24年之後的動勁奧運 為台灣拿一面金牌翻列 世界氣象組織預計 2016年的年平均溫度 有可能打破歷年來的紀錄 天氣越來越熱 也都衝擊到高山地帶的植物 例如分布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 玉山原帕 現在正是面臨氣候的威脅 想要看玉山原帕 一定要先練就一身好腳利 爬上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因為它是全台灣分布海拔最高的樹種 在雪山翠池的周圍 有著一片台灣目前僅存最壯觀 最老的玉山原帕森林 研究靜物生態超過40年的成大 台文系教授陳玉峰表示 玉山原帕可能是台灣已知 活得最長的樹種 植物要在強風、嚴寒、貧積的高山地帶 活下來並不容易 為了適應環境 玉山原帕的樹身奇妙多變 除了高大植立的橋木林 甚至染化為低矮盤船的冠蟲 不過現在他們要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多 陳玉峰教授觀察 暖化現象打亂了原本植物的分布 當天氣越來越熱 高山最頂端的玉山原帕 也都面臨其他樹種的競爭 玉山原帕能不能夠堅強捱過 氣候變遷的威脅 台灣高山植皮生態環境相當值得關注 花蓮松園別館旁邊的臥蟲園區 也有一棵全世界唯一 躺在這裡生長的琉球蟲 樹齡已經超過了上百年了 而為了令到老蟲更加有生氣 園區主人特別用漂流木製作了很多動物造型的裝置藝術 這棵就是琉球老蟲了 從一枝時期到現在百多年了 躺在花蓮市的美麟山上至來水牆旁邊 卻是陸翼岸然地無死 其他這裡還有12棵一樣樹齡的老蟲 因此這裡也都被稱之為臥蟲園區 鍾義老樹的蟲園長為了讓民眾更加體會到樹木的可貴 他就特別利用漂流木製作了很多動物造型的裝置 藝術 例如長頸鹿、綿羊、馬鹿和米鹿 全部都用漂流木拼湊而成 而花蓮目前列館的老蟲一共有兩百多棵 但是有部分卻因為病蟲害 甚至有人為惡意破壞面臨死亡威脅 周年做好的漂流木裝置藝術 亦都被遊客惡意攀爬 園主呼籲大家一切感好好愛惜老樹 每個人都會老 動物也是一樣的 台北市率全國之先推動動物安養政策 目前已經有4間機構取得師傅的認證 將協助無法再致養老病癱的毛小孩的主人 提供一個毛小孩開心養老 尊嚴善中的場所減少棄養率 已經8歲的Cula雙眼球因為病而採除了 但是靠著訓練依然行動致餘 已被繁殖場棄養的桂圓和泡泡 現在在安養機構裡開心養老 很多主人面對寵物老病癱的情況 自此因為照護和知識不足技能不足感到恐慌 結果助長棄養率 人類有生老病死動物也是一樣 也都需要萬年安養 配合動物零撲殺政策 台北市率先推動動物安養 目前已經由4間機構取得北市的認證 由政府提供租金和人員費用的補貼 協助母化子續養寵物的主人 找到合適的安養場所 包括提供獸醫、診療機構 和特定的寵物寄養業者等 調查也都發現 有七成的主人在寵物年老的時候 由母化子提供照顧 願意付費將寵物安置在安養中心 北市、動保處、推動動物安養政策 要讓母小孩也能夠老有所蹤 三化門中對動物福利的影子 台灣市場想企業如何發揮戰力 贏在地球村要發掘他們的經驗 全世界第一個就是做完全全層型 體層型的車縫 因為目前我們這些行為 很多人還是需要有力量到車縫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是完全不用車縫的 我們從不然是這種寫色突起的部分 然後甚至我們的中底 都不需要做車縫 找回台灣的成長動力 請收看《停在地球村》 在蔚藍的淡水河畔 以著美麗的觀音山 這裡是十三行博物館 簡單的線條、低調的色彩 沿不住它璀璨的風華 我們的部分有分三個地方來結合成 象徵台灣史前十三行人文化的意涵 包括了三行牆、金貝沙丘 還有一個傾斜不正的八角塔 所結合起來的 它在2002年的時候 得到我們台灣建築獎的首獎 走下這段緩緩的斜坡 來到博物館的入口 彷彿考古學家準備進入地下寶庫 走吧 一起探險去 這個是一個考古的博物館 所以裡面的主要的展場 是以1800年前的十三行文化為主 它是一個台灣鐵器時代的文化 十三行文化是台灣目前確定 唯一有煉鐵技術的史前居民 他們極有可能是拼鋪租 凱達格蘭人的祖先 館內仿製當時的生活環境 呈現十三行人種植稻米與狩獵的生活 還有防範野獸和地面濕氣發展出 甘藍式的建築特色 十三行的文物中 陶器佔了最大宗 陶器印度牆 形式多樣 文式複雜 顯示出了當時的製陶技術 已經十分的成熟與精進 體驗過十三行文化後 趕緊來趟學習體驗室吧 體驗室裡面配合當期特展的主題 提供了豐富有趣的課程 讓大朋友小朋友看完展覽後 不僅能夠帶走滿滿的知識 也能擁有親手製作的紀念品 除了常設展 館內也時常更換特展主題 持續提供豐富的考古奧秘 以及各族群的文化 其中人類學家的足跡 台灣人類學百年特展 更是將人類學對於認識台灣人民 與土地的重要貢獻完整呈現 這個特展的特色是人類學家 這百年來對台灣人民 或這個土地的一個紀錄與了解 包括攝影 文字紀錄 或者是植物 動物 或是人類體質的一個 各種科學的結合 可以讓來賓了解到 從日治時期到現代 對於藝文化或者是南島語族 甚至到漢人的社會 比如說信仰圈 祭祀圈 作為一個通貪的了解 成人的努力與熱忱 成就了今日的台灣人類學樣貌 意有未盡嗎? 繼續追尋歷史的足跡 更多13行博物館的精彩 等著你來探索喔 繼續帶你關心下各地的 藝民訊息 與其他人的主要教來 選擇 在於藝術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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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粤语新闻已经播报完了 我是沙飞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